新疆队大巴只要提到高位来做测试的时候 内线的变化可以补充 因为他小个都可以在里边打 你拿吧 以往是 猜线了 对 莫里斯往往运修超过三次 他失误会大大增加 大哥不运修 这是很多队在打北京队之前 做这个更衣室的准备会的时候 录像里都要放的 我好像就是有时候 就是把对方的后卫控制都不够 逼着他运修 他还愿意 但是他运修那种纵断全场的那种 说这个 这个激进 上场比赛就是靠那个翻盘 打这个东莞新世纪 那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他的篮下进攻 他运修越多失误就 他篮下运修只要一加击 通常这球就被盾 2621这一段呢 就是 北京队虽然自己也有失误 但是他那边防守做的还是不错 米尔兹现在还在找和这支队伍磨合的一个感觉 在打巴一那场的28分 助攻 数也非常的多 这种情况在打江苏的时候 突然之间就不见了 新疆欧尔兹队请求换任 2326 实际上 这个比赛打到目前为止是波兰不精致 双方准备的都还是很充分 大唐上来看看能不能像上一阶 上一次打江苏一阵 实际上江苏虽然17分不是特别多 但是他实际上还是改变了战局 对 特利斯又来了 球技术 大唐对他形成不了这个运球的压力 大唐要断这个球 对他来说就更困难了 他围着大唐 运球可以运五六下没问题 第1节打到现在 还有两分多钟的时候 就已经犯满了 被经队 所以可见这场比赛双方的犯规也是非常多的 那是应该拿到 罚中刚才那应该拿到五分了 shit 这拉得了 回来 处理 好球idad 他的篮板球非常的不伞 急 阳 合 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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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 you! 假想穿着激动能力太快了 英队今天上来这两个新衣柜 对 他这启动的两步特别的快 这样他可以在那就是对方出手之后 他去判断哪是空位 然后像刚才那个球 球一旦失控 是他第一个冲上去把球拿到 李昌东把板抢下了 球中第一招机会外线 终于第一次出手 球不进 篮板球在大唐手里 大唐的西关节现在远还是不错 恢复得不错 赛前比较担心 西关节是随意的 新疆队自己防守 精力不集中 回去是太麻烦了 韩崇凯 这也是从青年队上 上个赛季跟队 见习的一个赛季 这种球被人都展示 韩崇凯在平常的训练和青年队比赛中 他的中级率投篮都非常多 每个周五就是我们首都记者队都去那打就看着从十二三岁开始就是看着韩崇凯就一步步撑了 看了十来年这十来年一直投这么准 没什么话但是呢就是提起的可得好 拉你可得点 但是在CB就是另外一个竞争的一个层面 也还是欠缺一种自我的定位 欠缺一种说高对抗能力下这种保持自己的稳定性 毕竟对抗性要差很多 这球被米尔斯封下来了 这个没有甩开对方的方法 三十二十八现在对对方的追程只差两分最后七点四秒 应该是北京队能够打一个完整的进攻 北京队这边应该是两秒的进攻时间 自己还剩下了 把卡马丁换上来防一下 就指着你突进来或者我补上去的时候 这一帽能盖到 大巴也上 相对完全排出了一个内线补防移动能力最强的一个阵容 卡林队这球怎么发 半天没发出来 直接在发球的边线这边就被卡亚马丁把球给碰上去了 二点八秒 就在这同一个场地 北京队绝刹辽宁最后就是二点八秒 莫里斯出手不中小将 小将就 翟小川 好球啊 这个球是 大得实实一点 莫里斯这个压召球投得非常漂亮 差点近 一节打的就这么焦点 第一节比赛结束 大家看一眼大屏幕的比分 好的可以中长了 好的那么这样的话 首节比赛结束 北京竞技32比28 以四分的领先优势 结束了第一节 我们稍时休息 分属于敌光 照明 头面天下 我们从前请到我 马可波罗瓷砖 中国千年逃逸 与意大利艺术的完美结合 马可波罗瓷砖 为中国篮球加油 乔丹体育 乔丹体育 携手 CCT杯 为你带来精彩篮球赛事 我要比你更快 比你更准 比你更坚韧 尽管你就是我自己 为更强跨越新生 民族品牌乔丹 我不是一个人跑 我跟自己说话 我打败自己 我被自己打败 陪自己跑步 是最快乐的事 我Raw 我的快乐 贵人鸟 我可以玩 比 比 陆尤体育 参与CV比赛直播互动 发送短信息 全国手机云户军到1066 9999185 与我们进行交流 每场比赛 5名幸运观众 获得精美篮球大帝包和千元现金大奖 好了我们继续回来关注这场比赛 这一球打着一个仓谱 其实有莫里斯在场上这时候呢 更多的球员应该交到这个莫里斯通过他的进步 这球传的多余了时间刚才中距离投就好了 但可能对于像一些后卫选手来说 中距离的投篮不如三分球来得准 莫里斯这个球把球打给底下的这个谢利斌 谢利斌实际上升高他也不占就是 但这样他能够把防守人吸引 传篮球然后这个他迅速挂到这个好球 这就是这样对那个新疆队的传球有预怕 要说运球一条龙上来这个莫里斯是CB目前最大的每条类 对 而且他极帅 他极喜欢这么干 就是一般情况下 直线运球能够极巧 不变相 单手直线运球 好 现在观众我们让我们快点唱出有些北京编赋 不变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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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可波罗瓷砖 中国千年逃逸 与意大利艺术的完美结合 马可波罗瓷砖 为中国篮球加油 参与CB比赛直播互动 发送晚信c全国手机用户军道10669999185 与我们进行交流 每场比赛五名幸运观众获得金美篮球大礼包和千元现金大奖 成立 好 再一次感谢北京编赋马拉队的精彩表演 本来的三瓶球现在是6投4中 朱远熙实际上是最多2投2中 几折是2投1中 他应该是7投5中了 加上李薛林刚才那个 你能看到的这个数据 目前和这个电视的画面 还是有一些差距 哪怕再动 莫里斯这个手的分子非常的好 他的淘汰能位非常强 3628差着8分的分叉 北京队关键就是把分叉拉开之后 北京队要试图把这个分叉能够守住 新疆队现在的进攻这一端解决得不好 到前场要么出现失误 要么就是快速的很简单的结束进行 反正北京队现在打得更灵活全面一点 越过马丁图栏 然后已经很困难 关键是新疆外围 现在它必须有一个稳定的图栏点 这样才能发挥可能一内线的优势 因为内线有时候就大巴拉扯 我们刚才说了这个马丁实际上它是一个加强满的美版的这个 在网上就讲了这个马丁实际上 关键是新疆队的这个马丁实际上 再翻得更加的 小路边这里 野线有时候把特急行发展 这叫板第一道容易 是要吸引呢 西藏